嗨 各位喜愛好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 來打五層副本 這是等級一等的 等級一等的其實很好打 就是 自然坡放著就讓他慢慢的抹 那王就會死掉 可是我最近來打 他那個中間走廊那隻怪 我換完會100裝啦 然後想說要擋他的攻擊 可是最近打了機場 中間這一坨怪 都沒看到 他不知道跑去哪裡 很奇怪還是說 單打就沒有這隻怪 也不知道為什麼 等一下再看看 你看 走廊都空蕩蕩的 都沒有 整個走廊都沒有那隻 什麼根莖的 那等一下這個尾王 用自然坡打 慢慢打 你看 這個片段錄了 27分鐘 所以我大概打了15分鐘 那今天呢 我有穿這件鎧甲 本來想說要破防禦 可是 效果好像 不是很好 最後有 換回這件 這個智慧長袍 就讓我們看看 我料理都下 都下一下了 就吃一吃 加速一下 然後這個 吃了 吃這個 這個 按屬性鎧甲之後 我發現 好像 這件鎧甲的功能就 會被壓破 就會消失 所以有可能是這樣 他 這件 鎧甲的破防效果 我本來想說 沒有主教儲罪 那這件 有無私二魔30%嗎 效果很好 可是 看起來 效果好像沒有比較好 我剛剛那個75萬 現在80幾萬 所以明顯 智慧長袍的效果比較好 咳 這可能再 再測試看看 是不是說 這個屬性分化點 走吃下去 會 我是確定他會把 那個 鎧甲的按屬性 吃掉 鎧甲的內容 有說無私防禦 那個是不是 會吃掉 這個我要再看看 這個呢 我們還要打 大概十幾分鐘 今天來跟大家 聊一下 關於詐騙 我身邊呢 有不少的朋友 都在這一兩年 甚至在 三四年前 都遇到詐騙期盤 那如果他們被騙 都不是小金牛 都是百萬起跳 那是怎麼詐騙呢 其實詐騙都是 各位一個貪念 如果有在 看這個視頻的朋友 大家可以聽聽看 那如果遇到類似的情況呢 大家可以想辦法 去預防一下 通常呢 通常呢 就是 都會用網路軟體 去跟你做聯繫 去跟你 培養感情啊 長久聊天啊 得到 得到你的信任之後 然後呢 就會投到 就會提到 關於錢的問題 那錢的問題呢 他就會跟你說要投資 那投資有好幾種 有買 國外的股票啦 港股啦 有買國外的房地產 那麼一開始呢 如果你小小投資 可能幾萬塊 幾十萬塊 都會回本 那久而久之呢 你慢慢的越下越多 越下越多 他就開始會有一些奇奇怪怪的 理由出現 比如說 你投資房地產 他就會跟你說 啊 遇到了什麼法律的問題 可能還要多少錢 去解決 那 你還要會過來 不然就是前攻進去 通常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理智縣 理智縣沒有很清楚的話呢 就會繼續的投資下去 我身邊的朋友 有老師 有公務人員 有一般的上班族 他們也不笨喔 但是 很奇怪 他們就是 中了劑 你看喔 一個人 都可以配了兩百多萬 看多好 多好配 那 我 經過去 了解 為什麼他們會 成為人家的 獵物呢 有可能呢 他們的行 他們 平常在瀏覽的一些視訊 或是在瀏覽的一些網頁 讓人家知道他的興趣 有可能他想要 喜歡看房子 喜歡買股票 喜歡 做 一些 體育的娛樂啊 籤筆之類的 就很容易 上鉤 所以他們就會看 你這個 被騙的 這個人 他的興趣大概是什麼 他可能會 往這個方向 一步一步的 走進你 那麼如果你 他跟你聊 那他可以慢慢聊 讓你喜歡上他 然後又是你的興趣 我想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很難 脫離 一定 很容易就被騙 那麼你想想看 存了這麼辛苦的錢 就這樣一下子 我就沒了 是不是很可惜 所以今天呢 把這些呢 周遭的朋友的經驗呢 分享給大家 就是要跟大家說 我們玩網路遊戲 就是這樣玩 挑戰自己啊 副本一個一個過啊 裝備隨便配啦 數值隨便配啦 玩得開心 都是在這個 螢幕裡面 這個螢幕這樣子 數值這樣子 那麼呢 到了外面 人心嫌惡 不一樣 雖然遊戲裡面 也是有這些 耳於我詐 但是呢 在外面 你像一些 通訊軟體 你在靈性上面 你是沒有辦法 去 去得到對方的資訊 當你被騙了 就是被騙了 你追不回來 你找警察 還是跟你說啊 你這些 這些網路軟體啊 是沒有辦法追蹤到這個人 甚至說你追蹤到這個人的 帳戶 他是在國外 所以這個部分 大家一定要很清楚 像我有朋友 他已經被騙了 我們跟他說你被騙了 他還是不相信啊 他還是想要匯錢 我相信大家也會在新聞上 看到類似這種新聞 但是吼 我們不要笑人家 我覺得 這是情有可言 他就是因為 抓到那個被害者的興趣 然後再 抓到那個被害者的心 所以那個被害者 很容易就散購 就跟明星一樣 就跟 喪人一樣 所以在這邊要跟大家說 一定要注意 另外呢 就是遊戲的交易 遊戲的交易 常常也會有問題 就是說 如果我們透過一些交易的窗口 基本上是比較沒有問題 因為 你交易的金額 那些東西就是 被第三方公正 鎖住了 比較不會有問題 那麼如果你是私底下交易 常常就會有 第三方交易的問題 什麼是第三方交易的問題 就是 今天 A跟B買東西 結果 B 他又去找了C A跟B買東西 A是不是 要把錢 匯給B 對不對 A跟B買東西嘛 A把錢匯給 那當 拿到錢的時候 然後 不對不對 A 跟B買東西嘛 那 A 把錢 那個B 把假的帳戶 就是C的帳戶給A A把錢匯給C之後 那B 那B又跟C買東西 C又把裝備給B 結果A把裝備 A把錢匯給了C C把裝備給了B 變成A跟C 都是塑害者 B B就是那樣的 炸片 你看 他透過三方交易 把這個 錢 他沒有 他把裝備騙起來 所以這個部分 大家也比較特別注意 就是想會有第三找遍 所以這個大環境之下 由於我炸 大家都要注意 遊戲就是 一個興趣啊 單單除除玩 開開心心的玩 那麼 社會上 就是有很多這種詐騙 希望大家 不要遇到 假如說你遇到的話呢 那 大家都要當心一點 該事實的 逃禮 就事實的逃禮 不要一直 就是 自祕不悟 生性在年曆裡面 不拔出來 最後只會死在年曆裡面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這些 關於詐騙的經驗 我明明是 網路買賣 交易 詐騙的 給大家做分享 打這補的部分 實在是 蠻孤照乏味的啦 可能是我裝備 不夠頂啦 所以打起來會比較吃力 有些 玩家蠻厲害的喔 他的裝備 隨便打一打 那五六分鐘啊 兩三分鐘就打完了 好像我 投資藍波 還要 像現在 已經過了十幾分鐘了 還要開四倍器 來母 這就是 裝備的差異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說 玩遊戲 是玩自己喜歡玩的玩自己開心嗎 成功完成擊殺了 終於 一共打這支網 一共打了 將近十五分鐘 這就是今天 跟大家介紹這個挑戰部份 還有 身邊有看到被詐騙的 一起分享 祝大家 有個愉快的 遊戲內容 平平安安的 不要被騙 有不要騙人家 不要騙人家 這樣子 過著自己 開開心地的生活 玩著自己的興趣 就這樣啦 這一集 就先到這邊 跟大家介紹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 掰掰 掰掰 小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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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